大家好,我是飞小鱼 真的是忍不住又想要在这个开场之前 再讲一下 其实隔了一个月再进这个录音室 感觉还蛮妙的 然后一进来之后就看到这个很搞笑的加州 虽然加州刚刚有一点震惊了一点 这样一直到最后才讲说 我跑得好慢好慢好慢 七八分数真想给他K下去 我们刚才休息的时候 已经叫小军拿那个汽水瓶丢你了 然后我就觉得说 可以跑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虽然我在旅行途中没什么跑 可是每次看到人家跑我还是教养 稍微小跑一下这样子 那我知道我可以了解 加州说的一公里很难 但是我们一般人正常的健康的 你叫他从来不跑步的人 真的跑一公里就很困难了 更何况你是一个半身瘫痪 然后失去平衡感的人 那个真的是更辛苦 可是你好像就是有一股力量 可以让你这样子决定说 你一定要跑下去是不是 对 一开始从附健到可以跑步 这段时间大约经过两三个月 那两三个月之后自己就开始跑步了 那其实那时候还有一个后遗症 我的左半身其实力量还是没有恢复到百分百 所以我在跑步的时候 我的频率其实是很怪的 我就会怎么跑都觉得不对 很像就是很像 一半什么是倾斜吗 还是怎么样 怎么讲 很像缠短脚在跑步那种感觉 就是你那频率就是会 会就是不是很正常 所以我正常我要跑的时候 我都要跟在人家后面跑 这样的一二一二的频率会比较正常 对那时候一开始一公里跑得完 那我觉得好 那我就这个礼拜我跑一公里 下个礼拜我就再加一圈 就两百公尺的距离 我就是这样一直跑累积到了三公里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当兵跑三公里 那我就自己设定目标 那我要到三公里 我要一次把它跑完 那所以你前面是先一公里 然后第二天1.2 然后第三天1.4 就是类似这样慢慢慢慢慢慢增加 对就类似这样 对就自己这样去增加分量去跑 那一直累积到我的目标三千公里 三千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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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惨了 然后达到那个目标的时候 就那个感觉 对因为其实这段期间 我在阿南 我有两个同学 一个是小镇 也是许清芳 那我都会跟他分享 我在跑步这段过程的一些时间 我跑步的过程 那他们两个就会一直鼓励我说 哎呀五千啊 三千跑上干嘛 再加下去啊 然后OK好 所以你那两个同学 他们就已经是 那个阿南的那个会员就对了 对他们两个已经是在阿南里面了 那那个时候你跑步有受到他们影响 还是你是完全自己喜欢跑 那你知道他们两个也很爱跑 然后你就会跟他们分享这样子 呃知道他有在跑 然后想说 因为也是很好朋友 所以就会第一时间就想说 啊刚好你有在跑嘛 那你们毕竟在专业的社团里面 我可以跟你分享 你可以给我建议 对对对 对然后尤其是他们成绩又很好 对啊所以我就跟他们分享 然后说啊三千了 好那五千嘛 反正三千跑得完 五千一定跑得完 OK那好 跑到五千的时候 再加加油下去嘛 明年古都就跑十点四K的嘛 OK好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如果你可以练到五练到六 其实就可以挑战十了 对对对 但是对没有挑战都说十公里好恐怖哦 对不对 对真的因为我想说五公里都已经是一个从来没跑过的距离了 十公里哪有可能 所以那时候我真的不敢相信我跑得完 嗯 尤其是你在那边操场一直绕圈一直绕圈 绕了半个小时以上了 才可能才跑三四公里而已 嗯 对啊所以想说哇已经很累了 怎么可能十公里 怎么可能四公里 对 对 不过就是因为 呃他们两个其实会一直在旁边跟我鼓励啦 嗯嗯 那也利诱我啦 嗯 哎呀跑这个你看来报名啊 那你看你有纪念衫可以拿啊 有餐点啦有什么东西 哎很像不错哦 好吧那那就试试看嘛 因为他他说其实你去那边你看到七八千个人在那边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种感动真的是很棒 嗯嗯嗯 对所以那时候就慢慢练习那就每天跑 我我记得我那时候十公里哦 我真的到可以一次跑完的时候 要花九十多分钟吧 对我记得你有写这样说 你自主练习是到九十几分钟才有办法完成 对真的很慢很慢 然后是我其中一个同学曲青芳他跟我说 哦你这样跑真的太慢了啦 你跟我跑你跟我跑我带你跑 嗯哼 所以所以其实我是跟他跑之后 那那时候的你都已经恢复了吗 全部就是你的健康状况都OK了 呃对那时候其实已经 已经大致上全部恢复了 只是说我可能我在左半身其实还是稍稍力气 还不是百分百的恢复 嗯其实还是有点点不是很够力气对 嗯嗯所以那时候就还OK啦 因为生活上其实都都已经算正常我就OK 那时候也没工作嗯那我就专心就 你没工作是因为生这个病的缘故把工作辞掉吗 对不对 呃那一年的时候是我有请留职停薪 哦对所以那时候还是在停薪的阶段 嗯嗯就那利用每天的空档就是练跑步练跑步 嗯那那时候的目标就是 10公里 10公里隔年古都的10公里 嗯对啊就每天就跑 你可能觉得说哇我如果能够完成古都10公里 就我人生最美妙的事情 大家觉得就是到这里为止 真的真的因为10公里把它拉上来看好远哦 我就觉得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有可能跑这么远一个距离 嗯对尤其是从呃联想从我附建的那一段时间 一直到我竟然可以跑完10公里的时候 嗯我觉得哦那应该够了吧 因为这距离真的很远哎 嗯这个可以从我们我的家 我我家这个村庄跑到另外一个村庄 当然是啊 再回来对已经很远了 我都觉得OK真的够了 真的10公里就够了 那OK好 真正到了比赛那一天 10公里哇 超乎预期61分钟完赛 跟之前90分钟超好多 你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进步这么快 进步快30分钟吗 对对对对 真的 老实说第一次参加看到那么多人 我才感觉到 哇其实路跑真的很好玩耶 因为很多人然后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跑经过台南孔庙的时候 嗯 有那种阿嬷阿爸上啊加油气球在拉拉球在那边跟你加油哇加油 我觉得哇那好感动因为我觉得很棒 然后路路跑有一些运早起运动的人等等 他在那边跟你讲 我就觉得 其实路跑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我觉得如果没有去参与过的人 就是那些没有在跑步的 他们都觉得 这些笑 可是我真的会跟人家讲说 你去感受一次 那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会发现说 原来有 原来我们以前的假日 都是这样睡觉睡觉 可是人家有另外一群人 他的生活是可以在 八点钟你还没起床之前 就已经做完这么多事情了 然后还是这么的快乐 所以我在那次经营之后 我真的已经心里有一种 对跑步一种喜欢的感觉 已经有开始游然而生 那种感觉出来了 游然而生 游然而生 不过呢 人的惰性就是这样 当比赛一结束之后 就全部都忘光过 你是不是在跑的过程中 说我可以跑61分钟 那我应该会继续跑下去 我还要继续挑战更大的 但是睡觉醒过来 什么忘了这样 对对对真的 然后每天跑步 可能之前会每天跑 就变成 两三天跑一次就好 反正有运动就好 OK就这样 就持续的其实蛮长的时间 那一直到了 就是那一年 就是比往古都 第一次的10k之后 大约到秋 也是到秋冬时候 我那个小镇同学 他就用 又来凹你 又来撸你了 对 然后他用利诱的方法 然后以及哄偏的方法 然后就叫我 反正10公里跑过了嘛 那就21嘛 21嘛 谁啊 某某某 都抱了10公里了 你竟然 还不能跑21吗 哇 我也男子气概 我是四座的 不然人家就跟你讲说 你人家都谁谁谁 可以你还归在那边 都还不跑 对对对 对于我这种四座的 就是不能激 所以 OK好 那就抱下去了 结果呢 事后才发现 其实他是骗我的 那那时候 比赛剩不到 两三个月吧 我昨天开始会紧张 因为 21公里 是10公里的 一倍以上 那怎么可能跑的 因为真的不太可能 因为10公里 会觉得 很长了 所以那时候等于说 我其实我也没去 请教说 那我也要如何训练 我就呆呆的 每天就跑10公里 一个礼拜 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社团 他们 都完全没有 那你那两个好朋友 怎么没有拉你进社团 那时候 有多少讲 可是那时候想说 就自己跑去 而且 你们每个礼拜 团讯都 七早八早起来 对啊 礼拜日不睡觉 然后四五点再起 一群疯子 对 我干嘛跟你们在那样 耗时间在那边跑步 所以那时候 其实 即使邀约 其实我也不会想啊 因为想说 啊 要跑就自己在家跑 为什么要跑到大老远去跑 对 而且你们都是跑那种龙起啊 那种山上 那种有难度的地方 我怎么可能跑得上 而且每个人都是高手耶 我这10公里都跑得哀哀叫的人了 那你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真的有自己乖乖 每天10公里自主练习吗 呃 第一次比完古都之后 其实就没有 没有 然后但是你抱了第一场伴马的时候 只好又不得不开始 对 我又开始了 我就真的每天10公里 那10公里 我也是跟一开始 我的训练方法就是 一个礼拜 我再加一公里 就是这个礼拜跑10公里 下礼拜我一定要跑完11公里 那就每天这样加 加加 不过这个11公里是只有礼拜日才这样跑 嗯 其余的6天都是10公里 那也不错 每天跑10公里 对 这个量也不少啊 对对对 所以一直坚持到呃 要比赛的时候 OK我测试了两次 我可以跑完21公里了 嗯嗯 我的心才安了下来 哈哈哈哈 OK没问题 我跑得完 哈哈哈哈 后来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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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 呃还 呃我那次的半马 我跑了两小时14分 嗯嗯嗯嗯 不是说非常快 还不错啊 蛮好的啊 对 而且我是从头到尾 我都没有用走的 嗯 我我非常 其实我对我自己 蛮佩服一点是 我竟然我没有用走的 我是从头跑到尾 嗯嗯 对所以 所以我 我其实还对自己 蛮佩服是 呃 诶 我自己这样赶压直上架 还能跑这样 我觉得真的很不赖了 嗯嗯嗯 对所以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 觉得 诶很像 自己的能耐 其实还不错嘛 那你在第一次 出半马完成的时候 那个时候 有没有真正 蜕变成一个跑者 其实也没有 哈哈哈哈 你看惰性又来了 是不是 这时候人的惰性 又出现了 嗯 所以呃 从半马比完之后 我又开始懒惰了 然后就整个练习量啊 整个都降低了 嗯 那一直到了 隔年的高雄马的时候 嗯 我就想说 诶反正也没事 要不然我去 因为那时候高雄嘛 他主场馆会开放嘛 嗯 哦 好 我就跟我小镇同学说 诶 我去跟你们乐学一下 好不好 啊我坐你车 啊你们去跑 啊就是在那边晃 嗯 啊就往下去 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无聊 就问他说 啊你们加入你们阿南 有什么优惠啊 什么什么东西之类的 到底有什么优惠啊 没有优惠 哈哈哈哈 就是你有一套的那个制服 那我觉得 诶爱迪达的 诶那似乎 滑得来 这在外面买可能 一两千块以上 啊可是你可能交 一千 呃第一年 像是一千到一千 我忘了 对 那在另外的会费 这样三千块 诶很像滑得来 嗯 OK好 那我加入好 我其实我一单 一开始加入 单纯只是为了衣服 哎呦真的很好笑 那个那个阿达 知道你的动机 不纯正吗 哈哈哈哈 他应该不知道 因为我都没有讲出来过 嗯 对所以 所以那时 那时跟他答应说 OK那我 我要加入了 那当天我 立刻就领钱 我就交给他 然后他自己团训 就交给阿达 嗯 OK那 开始正式加入之后 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 是会员大会 啊那时候就跟阿达 他们就一直就坐游览车 去玩嘛 反正就去玩 嗯 反正又一一顿餐可以吃 OK就这样 然后阿达也叫我自我介绍 那那时候是第一次跟阿南的 这些弟兄 嗯 啊第一次的算比较正式的相处 嗯 那之后过不了多久 我们里面有一个女生的队员 加入 她叫孟军 那我看到了 你的出马就是跟她一起跑这样子 哦对 我本来以为 开个玩笑好了 因为 那个加州实在太喜欢开玩笑 然后我印象中 刚开始第一次跟她接触 虽然我们3月15号认识 可是没有互动嘛 那真正开始互动是 哎 阿达找我去那边 说小鱼找你来签书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最后说 哎你要跟那个 阿丘 然后那个什么 因为他的名字叫什么 刘小丘这样子 那我就想说 这个人好奇怪 到底为什么 原来是 刚刚问了才知道 你的阿丘是因为 加州的台语 哦对 加州 对 然后那个时候呢 那时候他刚好很 很搞笑的 在那个Facebook 弄一个 阿丘订婚了 阿丘订婚了 我想说订婚了 订什么婚 然后又看到那张照片 我以为说 你是跟那个人 哎我乱讲话 还是我讲到 讲对了 这个都是开玩笑 都是开玩笑 对我的话都不是 很正经 所以 其实也不用太相信 所以你是因为 你们有一个 新的女会员 人家什么都没有跑过 就抱了出马 然后你这个狮子座的男人 又激不得 所以又开始说 好那我也要抱出马 是这样来的吗 呃对 因为老实说 我一直对我的出马 一直很恐惧 因为 42公里 我其实 太天方夜谈了 那不太可能 你恐惧的原因是 跟你自己练习的不够 还是跟你自己觉得 你对你的身体的状况 无法掌握有关 呃都有 因为其实怎么讲 一般人要再跑 这个犬马来说 都很困难 那我一直觉得 我开过刀 对啊 开过刀怎么可能 好等一下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等一下继续 我再问一下 就是说 到底加州怎么克服这种 因为有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我身体可以吗 我可以附和得了吗 我是正常人了吗 好像也会这样想 对不对 好我们待会继续 啊 给